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石头的画法 这个石头也是比较容易发挥 但也很难画的一种题材 我们所说的物有常形有常理 物无常形有常理 画石头当然是比较自由了 它长得模样可以任意改变 比画人头像好像是要自由的多 这个石头是个很好的题材 中国人好玩石头 石头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这种石头的质量 有寿山 天皇等等 这都是石头的质量 除了质量以外 石质以外 还有石头的形状 石头形状我估计是很难玩的 当然说造型 对形状的塑造 它要求玩石头 我们现在来讲 最崇尚的是一种不动过手脚的石头 没有人工制作的石头 过去有人工造石头的历史 但是人工造石头要巧夺天宫 这很不容易的 但是它比不了那种天成 这个石头呢 这个石的形状 这就是给人的心灵 它是对照的 包括石头的质量 给我们这个民族要求 和它的人的品格 人的质量 它是对应的 那就说我们希望一个是什么样的石头 是高尚的 和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人是高尚的 是一样的 那就说喜欢石头的质量呢 我们喜欢也是这个颜色 也是比较单纯 黄色的就是黄色的 绿色的就是绿色的 白色的就是白色的 就在那里面 相对它还玩到一种石头 石质无瑕 没有瑕疵 纯净 这是对人格的要求 要求这个颜色光泽 这个光要内敛 不外露 不表面 有内在里面发出来的一种光 温润 那就说 欲和瓷要求它所应该持有它们所应该具备的那种温厚 温润 要求它所应该具备的那种温厚 要求它所应该具备的那种温厚 棉厚 等等 像这种要求的条件 那都是给人格 人品 提出来的标准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民族 喜欢欲 对欲的要求太高明了 但是我们对石头的要求里面说瘦 透 漏 皱 这是石头应该具备的 石头不要光 石纹要皱 色 就是深色 不光不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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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说 皱 透 还得要空灵透气 空灵的一面 也是虚实相生 瘦往往有神韵 比较精神 要看石头也要看神韵 要看石头也要看神韵 这一点是要求石头的造型里面体现一种什么样的品格 我有一次到北京卖石头的一个店里面去 我挑选它的石头 我说这个石头很好 具备瘦透漏咒这样的一种特征 而且它那些里面的石的和虚的那些窟窿眼的那种穿透通透 而且实质都很好 而且实质都很好 结果他劝我 他说这个已经外国人买了 他说这个有缺点 他这块石头饿 一下子点透我了 我说玩石头 我说玩这么多年 我还广知道喜欢不喜欢 还没有谈到这个品格的这种层次上面来 虽然石形具备了这几个特征 但是形状还要求要善的 善和恶 这就是说你是愿意玩善的还是愿意玩恶的 这就是说赏石就是赏自己对应自己的心灵 那你必须要肯定你要找善性的那个石头 说不喜欢锋芒外露的 这个石头 虽然有变化 从触觉 视觉 摸着要舒服 拱扎手 就是闻 润 柔 和 现在我们造的石头来 这个石头还得要有 说有这种特征 有善恶之分 有文也之分 石头有的也的 有的石头里面没有内涵的 有的石头很小气 也就是说小变化太多 有的比较朴素 有的比较朴素 说这样我们在欣赏这个石头是一个很难的课题 老百姓我到山东 山东的爱石头的也不少 一个收藏家 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在人的欣赏上面有几个层次 就是有一个过程 在欣赏的时候 他说要先爱花 后爱草 这个知识分子 最后是玩玩石头算拉倒 最后一项 最深入的一项是玩石头 先爱花 花是喜欢的鲜艳 好 喜欢有开花鲜艳的这样的比较多 大众的 后爱草 这个知识分子 不喜欢看眼花缭乱的那种鲜艳的东西了 愿意看朴素的 素牙 那就是兰花 或甚至珠子 这些他就朴素 单纯了 这样就是后爱草 那指的是兰草 上品位了 我曾经到韩国去考察 到那边去交流的时候 我看到大学里边 包括机关里边 在办公室几乎陈列都是兰花 庄点都是兰花 就感觉着很文雅 环境很雅 这就是说标明了一个精神的追求 给我印象非常好的 那就是说 最后为什么最后 它是要落实到石头来 石头 它为什么它算最后玩的一项 还有的收藏家 有时候我也爱接住 跟他们聊天 就谈这个 喜欢收藏好古董 那就说在收藏瓷 我们是个瓷的大国 爱词的人 最差的 档次最低的 最开始的时候 喜欢什么 喜欢右上彩 粉彩 豆彩 带颜色的 而上面有故事的 就是说这样的 你看这里边是什么故事 看这个是什么花 那是什么鸟 感觉很花丽 这是最厨 最下层 喜欢 喜欢的品味还比较低一点 这样就是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玩这个弯腻了 感觉看着不过瘾了 开始玩 玩青花 青花有文样 有时候也有故事 但是颜色都是青色的了 由这种万变的 五彩的 变成一个颜色的了 这是上了档次了 玩青花再玩腻了 玩一道幼 单色幼 中国这几大古词里边 官阁辱定君 在君词里边也是要单纯的 要不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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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白的 等等 这个就是说隔谣 乳谣 定谣 等等 这都是比较单色的 高谷 这种 摆在家里边的感觉是文雅 甚至比青花又高了一层 我认为是这样的 是吧 农泉词而且不喜欢上面带花样的 刻花的不喜欢 喜欢单纯 喜欢造型 简单 不要复杂 再这样去说要抽象的 不要那具具象的 只要瓶子上面有了具象的东西就不喜欢了 如果喜欢单纯又再喜欢再玩腻了 开始喜欢什么了 喜欢淘气 为什么淘气比单纯更好 虽然淘气比较便宜 你看看什么层次的人玩这个 一般的好艺术比较理解比较深刻的 为什么喜欢淘气 淘气比这个瓷器更朴素了 它早 淘气的比例 找这个形状 那个罐 大部分是罐子 各种各样的罐子 这种罐子的比例 那个舒服 那个美感 大气 又简单 又和谐 又大方 你看上面有文样 有的上面有文样 有文样 给人感觉都是异象的 不琐碎的 这个瓷器 尤其是那个形状的比例 找的那么和谐 那么舒服 比这个瓷器 好像更天然了 那个口 有多粗 而且那个口 有多高 和底有多大 这个比例 这是很准确 很天成的 它具备这个特点 说没有看着 没有不舒服的形状 这是淘气具备的特点 又生花 又进了一步 玩淘气 再玩腻笼 玩什么 玩石头 这个石头 是天造的 天成 没有一点人工修的 那个淘气还是人工制作的 这个石头呢 那是天 说我们平常在 你看看在家里面摆石头的 当然摆石头的人 层次也不一样 有的喜欢低层次的 喜欢石头的 看这个石头像什么 这个像个羊 那个像个虎 那个像个龙 那什么等等 在外面找形状的 这还属于低层次的 什么都不像 而且这个形象里边说明这个世界的 能包含东西更多 更意象化的 这样的石头 找善良的 又丰富变换的 而稍微有感觉单纯的 又有变化 那就说我们所说的 方中圆 圆中欲方 洞中有静 柔中有缸 绵力藏针 等等 这些特点 那都是人格的标准 也是石头应该 我们选的石头应该具备的特征 玩这个是玩的很难 没有一定的境界 是玩不了石头的 那就说你家里边要摆一颗好的石头 那可以起到一个镇宅的作用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讲共识 共起来的 就感觉很尊上他 尊重他 米肤败石 给他磕头 我也曾经遇到过好石头 真是内心里边讲 遇到好画 遇到好的石头 好的艺术品 真是愿意给他下跪 他把你给征服了 他让你崇尚 他有说不出的有一种高贵 说这个石头 那就是包含着一个精神世界 说有教养的人 往往我们文化层次不高 修养不够 往往很少有爱石头 爱石头 他爱的层次也很低 玩石头很难 我经常到收藏石头的一些所谓的专家 爱好者 有时候去赏石 有时候很大很大的面积的陈列 几层陈列的石头 往往石头里边是什么灵壁 文石等等各种各样的名石都有 但是能看上眼的几乎是很少很少 我在那看到一块好石头 就是经常在石头谱上发表的浦松陵纪念馆 浦松陵收藏的也不是一块石头 也不知道谁送给他的 也不知道谁送给他的 也不知道自己选的 非常好 那里边包容量很大 很美 再这样就是说 当时苏东坡米福 米福他们看的那个石头 当然是有记载 但是下落不明 但是一看就是感觉很好的 是吧 那就是高境界的 高层次的人的眼力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 这个收藏石头 玩石头 还就是玩一些古老的石头 这个石头本身都是老的 都是多年前的都是形成的 但是经过人玩过的 过去人 就有眼力的人 玩的品相比我们金人高 因为现在来说我们 就是说这个 认知的水平 大大的滑坡 赏美的能力 大大滑坡了 懂得好坏 所以说古人还是比我们高明 比起来以后 平均认知的水平 说那画比我们现代人画的也好 说我感觉有点金不如细 为什么 古代人是沉静的 是认真修身一辈子的 他们天资也是很高 因为中国有正常的历史 有那么多的大智慧的人 在这个中华民族 来创造了这样优秀的文化 这就是只有学习的这种资格 你没有蔑视他的这种条件 不具备 感觉学一辈子 活一辈子也学一辈子 都不一定学尽 这一点来说当小学生是了 今天我们接住的是石头 古人也有石头谱 你看石头谱本身的造型 选择的也比较美 当然说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每个人喜欢的层次 形象质量都有所不同 也是说通过画石头 我们也对石头有一个认知 它是一个不断的提高我们认识的水平 石头也是不好画的 石头也是不好玩的 古人讲也是说家中有石真富贵 也比较美 更指的是一种 不是说石头之多的钱 是指的玩的层次很高 精神的富贵 而不是说我认为不是说是物质上的富贵 是精神上的富有 你才玩得了 这一点来讲 这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艺术生涯里面 这是一个课题 有兴趣我们也就研究它 欣赏观赏它 玩玩这个东西它是高雅的 现在我们说我们那种享受生活的条件 是有很大的层次上的差别 当然说我们讲一些画石头的一些方法 一些技巧 但是最高画一块好石头也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说我们看看历代画石头的 吴昌索也画石头 八大山人也画石头 是青藤白杨 是青藤白杨他们也画石头 等等画石头的画家还是不少的 但是画好是很不容易的 赵姬也画石头 心上的层次都是很高的 下边我画几种不同类型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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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角色一样的石头 要表现出石头里面的内涵 我们用的手法 我们用的笔法 是怎样体现这个石头 要方中玉圆 要平 齐 虚 留白 石头 用的虚实 刚柔 浓淡 就是说你的手法要丰富 现在这个地方我是用的虚的手法 不让它整个都虚 有些地方再堵一堵它 又点点胎变成石的 这地方虚 这地方石 这地方又虚 虚实相生的 还有什么东西 请养岛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时间 还要表现 那是在这里 今天我们下期时间 我们下期时间 停留一下 我们下期时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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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笔墨下来就能让它出现很多的道理 让表现很多的内容 在用笔里边的强弱 基本上这个地方是松口的 这是在用墟的过程中 这地方墟让白跑进来 这地方墟让白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就成了白的 而这个空间又有石头往前跑的一面 又有给后边的空间想融的一面 这个石头就是立体了 它在一个空间里面 如果把这个边全的死死的 这个石头往往孤立 它不厚 空间感不够 还可以用这种手段 后边一块 这个是阳的 这个是阴的 这个是整的 这个是碎的 这个是强的 这个是弱的 等等 这样才让它出现变化 说这个中国人用的阴阳手段 给西方的素描 那个是不一样的 中国也崇尚这个圆 崇尚提及 它这种阴阳的运用 是随着情感而来运用阴阳的 黑白的 这样 西方的画 它是把暗的地方画黑的 中国在亮的地方也可以用黑的 这样它是比较自由 从现实生活里边走出来 它更自由了 更有利于表演 又更利于说明 这是一种画石头的结构造型 当笔法上面还是用的虚实的手段 而且在虚的过程中 要让它不躁 这个范是有墨的地方 这个颗粒要伸进去 这几乎像是一种磨骨的一种画石头的一种办法 这种画法还可以用在手旋上 这种画布 现在在幻想的画面 我 judge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样不要让它有很多的激励 让它自然而然地散开 这是一种莫古的画法 让它透亮 这个石头的种类很多 经常在珠子的环境里边有一种损失 像松鼠皮一样的那样 现在我们在珠子的环境里边 大师的环境里边 我们在珠子的环境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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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环境里边有很多的环境 可以有很多环境吗? astian 中文字幕 Ara 这种也可以玩墨趣 就是讲到墨的变化 形的变化 笔的变化 实际上这个是唱情 没有比这个石头画起来更自由的 因为长的这个石头 各种各样的石头都有 我要坐这画半天以后不会带虫样的 因为那么丰富的大自然 这个大自然太丰富了 说这个品种也很多 这不是在村阀里边有一种折袋村吗 一层一层的石头 这算是一种形状 一种石头的结构不同 不可能是在地图中 不要到处都点了 这样来讲 它有松有紧 有提有案 但是从上边到下边这种让它透气 这个地方如果让它重 上边时下边虚 这个地方是一种比较宫细的 钩出石头了以后还一遍遍的村 像山水画里边的村也可以 这个石头表达的手法 在花鸟里边比山水里边要求的更丰富 用笔的方法更广 画石头一般的 当时我刚才演示了一下 画石头它的要领 要注意到首先要磊落 拿起笔来不能忧郁 当然有底数了以后 你才敢下笔 洒然落笔 但是它是很硬的 石头一般它的特征 表现它的弯色 它很硬 要把这种硬度 当然有的表面看起来是圆的 实际上它很硬 石头的性质 它这个是肉 当然我们在石头的品质上面 有的石头就比较柔 软 有的就很硬 是吧 当然说在玉里边和脆里面脆的程度 比它的密度的要大 这样就是很硬 可以花玻璃等等 这个有一个硬度 但是从形状上面来 它也有形状 有的见方 有的见圆 圆的东西也不一定是软的 它经过多年的这种磨 滚 在核桃里边 它形成了一种圆的 实质很硬的 要磊落 要顽色 再就是苍硬 没有这个苍的感觉 往往显不出的硬度来 一般我们用的手法 我们用笔的时候 要表现出是这样的 石头的这种特征 是吧 我们画那种蘑菇点染的 它也是有时候造型圆一些 没有那么多的起伏 但是它也要有时候 把那种硬的一面要表现出来 这样就是说 要画石头应该具备的应该运用的手法